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是南投渔池涉水社区的黄茶的休闲服务区 第二个无障碍要做改善的部分呢 就是眼前这一块红砖的铺面 那由于呢各位可以看到过去的木造的建筑 让体验区过于在上方 因此呢目前规划是要在这里 以黄砖的这个部分呢 进行相关符合1比12或更平缓的斜坡 能够让这个轮椅或者是行动不便使用者或婴儿车 能够直接的到体验区里面 相关的桌椅社区会在做调整 那目前它都是可移动式 因此只需要移动椅子即可 下方的长桌的容吸空间 目前为75到80公分是足够的 那所以这一块的施作呢 预计应该可能是以木料 或者是硬木相关 并且设置上方的防滑的这个磨砂片 可以让轮椅在推动的时候 或一般人在步行的时候 避免因潮湿或生青胎而产生的打滑的情况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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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中文字幕 李宗盛